好 我要問一下這個雪庭議員 因為呢 施政鋒教授說 這個陳時中的影片這個時候被釋放出來 而且不是釋放一段 因為很多段嘛 後來陸陸續續還有陽明山的啊 什麼的 蠻多的 所以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有人是針對他 因為接下來要選舉了 是針對不讓他選台北市長 但是呢 他說是有人在衝抗他 這到底有什麼樣內幕 第一個 我認為這個影片恐怕還會有非常多部 然後這個影片 它是Part 1而已 還有Part 2 Part 3 以這種爆料的手法來看 是標準切香腸 然後這個民進黨很會用 所以我也高度懷疑這個可能是 他們自己內部內鬥的結果 為什麼會講它是內鬥的結果 因為現在的政治局勢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蔡英文總統一把抓 把這個大部分民進黨下一個年度 要選縣市首長的提名權 原則上用徵召的方式出力 特別是六都的首長 全部用徵召的方式出力 這其實在民進黨內部 就會引起蠻大的爭議 那蔡英文如果用這樣子的方式處理的話 他的活旗其實就是陳時中 大家都會談說陳時中想選台北市或怎麼樣 但他到其他地方難道不是活旗嗎 包含在桃園等等地方 都是被討論的對象 那如果蔡英文一方面抓著六都的提名權 二方面 左手又抓著陳時中這一張王牌 那他當然可以很快的 耗力民進黨黨內的各股各掛的勢力 包含要大家去逼啊 逼大家吃萊豬啊這些東西 他就可以好好的運作嘛 因為以提名權為邀俠嘛 對 那我認為民進黨這些底下的派系 也不是吃素的 他們也不會讓自己的未來 通通要綁在蔡英文自己一個人的身上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影片的暴露是 派系之間彼此之間串聯搞不好的結果 這是個人推論啦 個人推論 就是說放出來之後 而且連續好幾隻的出手 不只讓陳時中沒有辦法選台北市長 他也沒有辦法到其他的縣市空降參選 我覺得那個政治上的信號跟 我的分析是這樣 所以當然是內鬥的一環 但是比一般人講說 只是把他從台北市搬開還要更狠 因為民進黨割喉是會割到斷的 所以就像議員講的 接下來有可能是像香腸一樣 一串一串的 還會有其他的影片出來 一定要把他鬥到黑為止 等等 我不玩了 快點